这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食物 男孩拿出屠龙宝刀 将糖僧肉切成每片0.01毫米后 再用打火机将其点燃备用 又从200度的开水中捞出泡好的米粉 放进热锅里炒匀 接着甩入刚刚烧制酥脆的糖僧肉 再来上一把刚出生的鲜豆芽 为了使米粉均匀受热 男孩每隔一分钟 把勺子在空中旋转360圈 随后挖一勺几品酱油提鲜 接着再翻炒一分钟 为每多汁的炒和粉就完成了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一碗就价值50个亿 老头想体验下这是什么神仙味道 于是就稀罕巴插地尝了一口 我滴妈呀 那丝滑的感觉 就好像找回了初恋般的赶脚 这真是极品中的极品 而能做出这种神仙美食的人 可想而知不可能是普通人 因为他天生长着一对灵蛇 那这灵蛇能有多灵呢 他去参加厨师比赛 只是尝了下米其林大厨的牛排 就知道这头小牛产自阿根廷 是那青青草原上一头五岁小公牛 而且在被宰杀的前一天 美的韩国小厨娘 男孩只是吃了一口他做的饭 就吃出了他采集的山深海拔不够高 根本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香气 下一个 就是这个做寿司的日本厨师 男孩又浅尝了一口 就说他偷工减料 没有严格按照要求 采用北海道的冰水去清洗菜刀 而是推而求其次用了富士山的矿泉水 更是只是喝了一口挖岗里的汤 就知道厨师居然少熬了三秒 这哪是舌头 分明就是透视眼啊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优秀的厨神 却是个曾经被爸爸抛弃的孩子 原来在几亿年前的今天 男孩刚一出生 舌头上就多了一块莲花胎记 本来是一件大好事 结果妈妈却因为难产而死 迷信的爸爸以为他是个灾心 就把他送给自己的好友喂养 这一养就是二十年 谁承想当年被遗忘的小男孩 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出身 他做的菜每天都有无数的人 排着队的等着购买 直到这天 小镇来了个陌生人 老头只是尝了一口 没错 就是这个胃 可老头刚擦完屁股就想不认着 说好的一碗泥粉五十个亿 结果却只给了男孩一个黑塑料袋 里面还啥都没有 只有三个破不包 本以为这是老头骗傻小子的伎俩 结果男孩却愣住了 因为他想起了师父临终前说的话 话还没说完他就嘎了 老头告诉男孩 只要按照锦囊里的做 五十亿现金就可以带走 然而这个男孩的身份 也不仅是个神厨这么简单 很快他就背着一口锅 来到第一个锦囊里提到的 唐氏餐饮集团 结果却被保安误以为是来砸场子的 上去就被几个保镖给胖揍了一顿 对战中 大壮不小心露出了自己舌头上的胎脊 保镖队长一看 浑身一惊 于是又叫来了加倍的保安 这下惨了 不到一秒的功夫 所有人都被电晕了过去 等到大壮醒来 却发现自己多了一个电 只见床上马上要嘎了的老头 突然就坐了起来 瞬间啥病都没了 万万没想到 大壮还是个富二代 而那五十亿正是自己要继承的遗产 如此爆炸的消息一出 马上就登上了个大报纸 这作为厨神那还是男士吗 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吗 可他还没高兴上两个小时 却惊恐地意识到 这其实是个巨大的陷阱 原来唐氏集团面临破产 而找回大壮的目的 根本不是为了让他继承五十亿的遗产 而是继承这五十亿的外债 好家伙 这不纯纯的冤大头吗 怪不得一秒就让他上报纸 但也不是不能起死回生 专门坑娃的爹就托梦告诉他 只要得到至尊厨神比赛的冠军 就可以把堂氏盘活 可这寻常比赛 大壮还可以简单获胜 但这至尊厨神 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 大壮根本难登大雅之堂 走投无路的大壮只好打开第二个锦囊 里面不仅有张地图 还指明学习场所能令他获胜 于是 他马不停蹄的就感到目的地 可村里人却根本不传外人 每天不是叫他做小事工 就是叫他陪自己打太极 眼看着厨师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壮还是只会炒合粉和鸡蛋炒饭 他决定另寻出路 不料却被老六拦住 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训练大壮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 大壮才是最有可能赢得比赛的天才 让他睡草药房 是为了训练他的嗅觉 练太极是为了修身养性 美食讲究由心而发 不停地锤打他 也只是为了打通其认通二脉而已 随后分别传授给了大壮一道自己的绝学 分别是四川用82年的红辣椒 熬制而成的火焰山麻婆豆腐 北京层层外焦里嫩 有独特味道的正宗脆皮烤鸭 还有东北专门用高粱酒做的 销魂糖醋锅包肉 和江苏独门的闷制小烧肉 一咬一包姜的那种 更有一刀爆堵的浪子牛杂包 外加山西的面 如头发丝的糊涂油泼面 最后就是这道极品 材料就需要用太极锤打7749天的 外加各种鲜嫩的肉类 和海鲜汇聚在一起的 龙蛋九子熊霸天下的角色美食 眼看自己吸得了一身的绝技 为了报答爸爸的养育之恩 大壮决定挑战至尊厨神 可你绝对没见过这么比赛的 选手面前根本没有任何食材 却都要蒙上眼睛 进入二次元后 两个人面前就缓缓地展开了一幅画 大壮挑战的不是别人 正是至尊厨神 只见两个人分别从画里 拿出一条还没死透的小鱼 把其放到万年寒冰上 再切成108块 摆好盘后放入蒸体 紧接着 将眼前唯一的一口锅用内力加热 随后又分别从画里 挑选自己衬手的食材作为配料 分别打造出 最符合自己气质的高颜值背景 最后就是老汤的调制了 他们各自又跳进了画里 为了争夺自己的料条 两个人开始大大出手 不料厨神居然使出了大招 想要一击击败大壮 而现实中他们 本体已是大汗淋漓 一时难分胜负 就这样一年后 他们整整斗了9981个小时 等到画布被烧毁 两个人也终于拿到了调料 随着奶白的老汤散在锅中 两个人也最终难分胜负 可万万没想到 邪恶的厨神却留了一手 他将手里的黑色八角 悄悄弹进了大壮的锅中 顿时奶白的浓汤就变成了黑色 毋庸置疑这趟算是废了 小胡子得意地把烫交到自己的美食里 完成 本以为胜券在握 可大壮只是用灵蛇尝了一口 就直接击碎了厨神的内心 因为他的食物多了一种味道 一种欲望的味道 更是一种孤独寂寞的味道 原来美食的最高境界不是输赢 而在于心 应该有爱和吸迹 大壮把所有人的希望都化作力量 成功击碎了锅中的屏障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两个颜色的汤盒在一起 却变成了黄金汤 那是一种来自人间的人情味 厨神只是尝了一口 就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成功不在乎输赢只在于内心 大壮最终获得了 至尊厨神的冠军 也成功地救活了爸爸的集团 最后愿你也能用平常心 去体验人间的冷暖 去收获不一样的幸福 女人走到800米的高台 想要跳水 结果她这一跳 却直直地飞上了天 我的天呀 这可把地面的人都惊呆了 就这操作牛顿都得被吓醒 但女人却丝毫不紧张 还失费享受 她究竟要去哪里呢 就在大家纳闷的时候 女人已经冲上了大气层 但她却没有和大气层擦出任何火花 就连气象局的人都无法解释这一切 随后女人又一秒就冲进了太空 直接向太空站飞去 还激动地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这可把站里的人吓坏了 没有人知道 她为什么不需要氧气 就能在宇宙自然呼吸 还可以像鱼一样 在太空里游泳 离开空间站后 她就飞到了月球 还抓了一把月球的土 表示自己来过 随后又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星球 那里的机器人也被惊呆了 她从来没有见过 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物种 而女人就越飞越快 最后还以光的速度 穿梭在宇宙太空中 游了整整36个小时后 女人累了 她决定重返地球 于是她家族玛丽 直直地冲向地球 又以光速冲进了地球的大气层 更没有任何伤害地回到了地球 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落地了 女人硬是摆好了个落水的姿势 啪啪掉进了水里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这几个六岁小朋友 正要举行一场赛车比赛 她们分别是爱臭美的小红 上来就不停地拍照 还有气质优雅 又迷之自信的小美 爱吃糖的小胖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和爱吃冰淇淋的小伟 她的运动力极强 还有最爱玩具熊的小强 和珍珠冷静的大壮 就在大家都准备好后 信号灯发起了信号 大家开始火速出发 只有爱美的小红 还在和男友发信息 这个把身后的小美急坏了 她不知道转弯 就知道训斥前面的小红 这下完蛋了 小红怒了 她一把摘下了眼镜 立马站起了身体 凶猛的用手拍到小美的车上 开始反击小美 好了 小美的车也不能动了 两个人就开始争吵起来 这两个人还没有出发 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而跑出去的几个男孩 开始拼命的争夺胜利 运动力极强了小伟 要强行超过前面的大壮 还把大壮逼到了一脚 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 但大壮不认输 于是开始更加努力的 想要超越小伟 而爱吃糖的小胖 和酷爱小熊的小强 却在大大出手 原来是他们不小心 把彼此的车给撞坏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也出局了 现在只剩下运动力极强的小伟 和沉着冷静的大壮了 可就在这时 大壮却拿出了水枪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人小时候的梦 却出现在了现实 那你们是否有同样的经历 一些现实的场景 也曾经在梦里出现过呢 这个8岁的小女孩刚要下公交车 却被人一把推到 同学非但没有道歉 还上去踩了女孩一脚 更可恶的是 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变本加厉 不仅故意半倒女孩 还取笑她傻里傻气的 于是女孩怒了 回家就召来了一本 五亿年前的法老书 想要变出一只邪恶且恐怖的怪物 来替自己报仇 结果居然变出了一只粉红色的毛绒怪 标签上还写着百分之百纯羊毛 我的妈呀 这和图片上的怪物 根本恐怖到一个级别 但女孩还是想试试 她叫毛绒怪喷火 结果她却喷出了一堆可爱的小泡泡 女孩又把同学画到纸上 叫她照样子做 结果她就把同学画得无比可爱 女孩又给了她一张照片 叫她去报复同学 结果她就把照片吃了 还变出了一张纸飞机 女孩简直失望透了 本因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结果这天 女孩去上学 毛绒怪也跟了出来 还目睹了同学欺负女孩的全部过程 毛绒怪终于怒了 可你绝对想不到 她是怎么惩罚同学的 她心是脉萌 突出几只泡泡 让同学放松警惕 然后在地上打起了滚 同学简直开心极了 就在她得意忘形的时候 突然 毛绒怪的眼球一转 将同学的邪恶 全部变成了彩虹 并释放了出来 同学也因为用力过猛 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原来这才是毛绒怪的真正能力 所以千万不要做坏事 也不要得意忘形 否则 只能自食恶果 注意看 这个书屋居然成精了 为了寻找自己的小主人 她努力的拔出自己的双脚 摇摇晃晃的冲上了马路 就在刚刚 她的小主人将自己的帽子送给了书屋 因为小主人太爱她了 但爸爸妈妈却要带她去城市里 小男孩不得不离开书屋 小书屋了解小主人的心思 于是她捡起主人的帽子 将她放进自己的屋里 然后愤怒的拔出双脚 她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主人 但书屋从来没有来过人类的世界 她甚至连马路都不干过 但她爱小主人 壮着胆子 还是钻进了城市里 这可把城市里的小朋友都吓坏了 她不停的寻找小男孩 而小男孩也为了想念小书屋 在城市里寻觅了个酷似书屋的地方 但她根本代替不了书屋 小男孩每天都要拿出照片 看她的朋友 终于 小书历尽千辛万苦 找到了小主人的车 她高兴极了 她走近一看 自己书屋的名字 居然被别人代替了 小书屋伤心极了 她以为小主人已经不再喜欢她了 伤心和绝望 让小书屋再也走不动了 她直直的僵硬在了一片土地上 这时小主人发现了小书屋掉落的帽子 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赶紧追了出去 果然 她看见了她的书屋朋友 小男孩开心极了 她还邀请朋友们 一起和小书屋玩 从此小书屋和小男孩 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你看 有些事情眼镜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要大胆求证 如果在马路上遇到这种看不见东西的脏骜 可千万不要剪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它到底是人还是鬼 女孩因为好心 在马路上捡了一只受伤的脏骜 本来想把她送到医院救治 没想到 却遇到了大麻烦 小脏骜居然长出了人手 还要更换医院 这可怕女孩吓坏了 啥情况啊 女孩又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根本没办法停下来 只能飞速向前行驶 结果一不小心又跑到了内行的车头上 女孩被吓得根本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而那只脏骜却一点不害怕 还能自己打开车窗 把头伸出去 女孩为了不让脏骜有危险 赶紧关上车窗 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夹掉了脏骜的手 所以千万不要把头伸出车窗外 更可怕的是 那脏骜被夹掉的爪子 居然又长出了人手 真是太可怕了 女孩刚想逃跑 结果一栋路面起票的房子 却出现在了高速上 挡住了女孩的路 女孩想紧急掉头 结果一转头 那头脏骜居然想吞掉自己 下一秒 还长出了和自己一样的人脸 女孩被吓傻了 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可又一转头 那只脏骜正在死死的盯着自己 等自己醒来 已经被关进了狗笼子里 而那个变成自己的脏骜 居然开着小车逃之夭夭了 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在马路上行驶 千万要小心 也不要随便乱捡任何东西 男人好像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仔细一看 居然是月亮降于惊弓地球 这强大的压迫感 简直让人窒息 就在男人诧异的时候 突然屋子里所有的玻璃都开始被震碎 就连墙皮也好像被什么强大的力量 一层一层的剥了下来 男人被吓坏了 他想逃出去 可诡异的是他怎么都找不到房间的出口 没办法 男人又一次看向月亮 却发现月亮正在以攻速迅速压了下来 下一秒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就在刚刚 男人还在床上睡觉 突然好像梦见了诡异的现象 于是他抬头一看 月亮好像在慢慢向他移动 男人赶紧想吃点东西压压惊 结果却发现 冰箱里全都是虫子 就连家里的花花草草 也好像成精了 全部变成了食人花 男人被吓坏了 更可怕的是 就连墙皮也开始一层层的被玻璃抢面 所有的水都开始结冰 然后破碎 男人赶紧去叫自己的妻子 结果 却发现 妻子已经变成了冰人 再一抬头 男人已经被月亮吞掉了 可下一秒 有一个女人从噩梦中惊醒 惊魂未定的他一转头 却发现物资里的东西都好像被烤化了 原来是太阳正在靠近自己 随着温度越来越热 所有的鱼都被烤熟了 更可怕的是 女人一转头 居然发现丈夫已经变成了千年干尸 结果不出意外 女人居然被太阳吞掉了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么恐怖的事情 居然是夫妻俩在做梦 这个结局你们猜到了吗